恩女移动,一个传达祝福的流动平台 一点鼓励,一点关怀,一点安慰,随传随到 快点来扫一扫这个QR Code 下载最新推出的恩女移动Apps 免费领取迎新礼品吧 Zither Harp 我想在年纪还小的时候 对爱的定义经常会想到是爱情了 或者是父母给的爱 或者朋友之间的爱 当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 被定十字架之后 其实我在他的爱里看到一些是更高深厚宽 当他已经住在我心里的时候 其实我无时无刻都感受到一种爱 只是想到主耶稣基督那种爱 我自己也会感动得流眼泪 当日是2017年1月23号 那我爹地妈咪都是在家里受尽的 我们兄弟姊妹也有见证这件事 从我开始认识了耶稣之后 我就开始跟我爹地妈咪在家里传福音 我记得是07年开始 到了今年17年 整整十年的时间 我看着我妈咪那种改变 从他当初非常反感 然后开始慢慢愿意听一点 到愿意接受 到他觉知 然后在很短时间就决定要洗尽礼 整个过程我作为女儿 当然是觉得非常感动 之前当我妈咪拒绝耶稣的时候 我不灰心也不跟他争辩 既然他不愿意听 我就先不说了 但在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为父母祈祷 我觉得祈祷的力量是不应该放弃 还有首先必须要 紧紧抓住这个祈祷的力量 我就是在某段时期 经常会为他们祈祷 就是说 我说爹地妈咪 你们要做一个祈祷 首先要邀请上帝进入你的内心 我就为他们做的祈祷是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去认识耶稣基督 我愿意用谦卑的心去认识你 这个祈祷他们一直都有做 我妈咪也一直在做 当日在家里还要进行拆偶像 那那天真的是一个一个牌子拆下来 有些在墙上已经定了几十年 非常牢固 当时我心里一直在做祷告 这是我第一次一起去参与拆偶像这件事 就看到妈咪的信心很大 当她真的选择了上帝这条路的时候 她真的觉得家里一件都不能留 在我妈咪身上 我也看到了有一个过程 就是怕会背叛以前的祖先 不知道怎么跟以前的宗教信仰说再见 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这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困难 当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主耶稣基督里 其实主耶稣基督会保守我们的平安 内心的平安 还有在过程里 主耶稣基督会替我们安排所有事 我以前的个性比较刚烈 而且大家都知道我有个绰号 那么我在这个基督教节目 就不说脏话 不说绰号了 那我以前跟人相处的确比较困难 我觉得因为我没把谦卑这两个字 放在我的心里 我经常都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人际关系 就令其实对有些人造成一个伤害 但最终我是在耶稣基督里 他让我知道其实道歉很重要 还有如何谦卑你的人生 当我越谦卑我才知道我要怎么走我的人生 我妈咪也看到我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甚至我所有的家人都觉得 好像真的变成另一个人了 就是对同一件事 我会有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 或者有完全不同的反应 同一件事 我以前可能已经大发脾气 很生气让所有人都很怕 但到了现在可以把很多喜乐带给家人 他们也看到我的转变 我跟Sammy是工作的伙伴 那么工作已经超过了二十年了 说真的 的确有听说一些对他评价不太好的事 我明白外面的人为什么会这么说他因为 哇他说话很直真的 你没想到居然值得叫他别说 他叫我别说啊 连这一句他也会说真的很让人抓狂 但是其实他人很好 他心肠很好 他经常都会跟我说 我当然是因为觉得你重要 或者你是 我很爱你 我才会跟你说我最真心的话 可能不好听 但我也要跟你说 你可能不喜欢 但我也要告诉你 这一点我觉得很少人会这样 自己本身读书也不是好的人 而且自己对读书也不是很有兴趣 所以我人生最大的寄望都放在唱歌上面 每天都很忙碌 而且其实到了什么都看不见的状态 比如家人不舒服我也没空去问候 或者家里发生什么事我都没空去管 总之眼里只有工作 但是我现在仔细回想 其实所谓的压力 其实每个人工作都有压力 问题是经常是我自己对人生的价值观 或者对自己的对人生的期许 是有点不正确的寄望 有很多错误的价值观 比如我觉得成功很重要 成功就是一切 成功就抑郁了我的人生是很有希望 我的自信我的一切都是来自我工作上的成功 但是当成功不能为我带来快乐 反而是给了我不能负担的一种压力 还有成为我不开心的源泉 我就在想这种价值观是不是错了 可以这么说我是带着很多的抑郁去拍这部电影 当然现在这么说有点对不起当时的导演和投资方 但是当时已经答应拍这部戏 自己对这部戏多多少少也有一点期望 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处理自己的压力 自己还能用继续忍 可以再忍 忍到结束 但在整个过程 其实无论是自己的身体状况 还是整个精神状况 都已经达到一个崩 崩得很紧的状态 可以说是一个边缘状态 其实不只是长恨歌的时候 在之前就是在《终身美丽》的时候 或者是其他的 那时候有很多的颁奖礼 你在他旁边会看见他都不说话 很多时候他 他没办法说出他的内心 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事 但他经常就不说话 很多事他藏起来 他会自己去想 他会觉得就算跟你说你也帮不了我 也不会明白 所以他就会选择不说 在他内心的所有的不开心也好 或者是疑问 或者觉得自己真的做得不好 经常生闷气 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在旁边感受 但是不能分享 在这个过程里其实也有很多痛苦的事 因为你就像把自己关在一个黑色箱子里 而最恐怖的是你找不到人生的希望 你就像找不到出路 不知道该怎么走自己的人生道路 而且每天起来都有一个很重 很沉重 一种绝望的感觉 我想这就是我当时很抑郁的状态 对我们来说 想不到有什么方法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能怎么帮他 能不能跟他聊聊 或者帮他那很幸运 真的 竟然在楼下找到一个查经班 他又误打误撞 跑进去了 我真的觉得这件事很神奇 我小时候小学是读基督教学校 我现在回想才记得自己读基督教学校 直到十三四岁 我三姐就带领我第一次去教会 我做了一个绝志的祈祷 之后也有很多机会听到神的道 但是一直都没有真的要亲近神的心 可能真的是实际味道 我觉得没有这个需要 神依然离我很远 我没有这个需要 于是有时候神来到我身边 我也婉拒了他 但是就是经过抑郁症 之后反而是这件事 让我跟主耶稣基督再次有联系 当时就听到一个声音说 你祈祷吧 这次能够带领你走出来 不是吃药 不是其他是我 你祈祷 总之你祈祷吧 那我就听着这个声音去做 去祈祷 其实在祈祷的时候 我除了跟耶稣 说我内心的感受和痛苦之外 我也跟主耶稣基督说 我希望你能够开路 让我更了解你 在祈祷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我就在上帝的安排之下 认识了一些茶经小组的姐妹 她们就邀请我去参加茶经班 我记得是06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茶经班 这个茶经班就在 三米当时住的家楼下 我们刚开始了几个月 有一次我们有几位姐妹 也是艺人 在电梯里遇到她 她去健身 她们就邀请她来 我们当时很开心 我们就邀请她说 我们下星期一在这里茶经 你来参加吧 结果到了星期一 她真的带着圣经过来参加 就这么开始了 我们的茶经班差不多十年 我去了一段日子之后 我就决定要洗礼了 因为其实洗礼这个决定 对我来说不是很沉重 也不艰难 我觉得我也不以福音为耻 是我觉得在众人面前 承认主耶稣基督 对我的拯救 承认主耶稣基督那种爱 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也是很绝对的事 所以我就决定 茶经一段时间后 就去洗礼了 她信了主之后 就一支香都没有上过了 而且她影响我现在也不败了 就是连我也祈祷 虽然我还没有洗礼 但是她教我 她教我祷告很有用 但没有 她很坚信这件事 跟神的关系 神就会保守她 还有照顾她了 总之神会安排最好的给她 无论发生什么事 那这个信念她很坚持 可以说是没有动摇过 我说个小秘密 她以前很怕一个人在酒店房间 很怕黑 还有很怕鬼的 现在她 没问题 就完全是 那种 神在她生命 跟她同在的联系是 很强的 我想是 觉得自己不能在 这么掉在一个 这么黑暗的状态里 觉得我始终是要 面对自己 面对自己的人生 还有要重新建立我自己 我记得当时我就 做了一个祷告 我就是跟神说 我要再出来做一个演唱会 当时我自己这么没信心 或者没上舞台一段时间 其实自己也有很多不肯定 我想最直接的一件事 是不知道票价情况怎么样 可能会很差 但是其实当时我自己的信念 或者我在祷告中 我并不要求要成功 我只是觉得 我必须要再站起来 做一些事 无论这件事最终是成功 或不成功 但至少我必须要 走出这步 重新面对我自己 和面对这个世界 在我自己对前景 有一种很不稳定的状况下 我一直紧紧抓着神的手 跟我一起同行 当时没想到原来来自神的力量 是这么大的 就是因为他这个人的性格是 他非常坚持 就是他对他相信的信念 无论在信神前还是之后 只要他信 他肯定他会用他一切力量去完成 所以只要他说做 我从来不质疑 不过在那段时间之后 真的要应付一个演唱会 到完成之后才知道 原来是神给他这么大的力量 在圣经里我特别喜欢一句金句 这个金句一直都在很多时候 在我心里给我很多很多的力量 它就是在圣经里第十篇的 第二十三篇第一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我觉得人生经常都有 各式各样不同的缺乏 比如你会没有勇气 比如有时候会觉得乏力 会觉得软弱 有好几次我不舒服 但我又要做很重要的演出的时候 我内心经常都用这个经文来祈祷 这个能给我很多勇气 还有它能把我内心的恐惧驱走 在全球经济越来越差的环境之下 我们的生活受到影响是无可避免的 更何况是一些本来生活在贫穷家庭的小朋友 我这次亲身来到蒙古 体验这些小朋友的苦况 其实我刚要跳下来的时候 也用了很多勇气 那就是 我没想过有些儿童是需要住在这种地方 所以 我们在香港真的很幸福 我记得有一次做探访的时候 其实我们平时去做探访的家庭都是 真的穷的 真是家徒四壁 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家徒四壁是什么感觉 唯一一个对他们家来说最有营养的东西是什么 他从床底下拉了一个就是一个很残疚的铁罐出来 我说起都心酸 是一个好像干了的骨头 我看见我就 感受很强烈 当时他还醒我吃 其实我看见那块骨头很脏 我不是很想吃 我有一点 哇 骨头很脏 但是这个骨头对他们来说是最珍贵的东西 他请我吃 于是我 其实当时我 好 我就 其实没东西吃的 就是一块干了的骨头 没有肉的 我就 吃了 吃了几口 我看见他们的表情很欣喜 因为他把 你来探访他 他很开心 他把自己全家最珍贵的东西跟你分享 但是我当时觉得 我自己那些好像不够谦卑的心 还觉得 哎呀 骨头有一点脏 不知道会不会有细菌呢 那我觉得 那次给我的感受很强烈 我觉得 我要有一个更谦卑的心去服饰 就是尝试站在他的角度 在他的世界去看他的世界 而不是用我的世界去看那块骨头怎么样 我觉得 神给了我这么多的祝福和神 在我的生命里 重新拯救我 还有重新打造我这个人 其实我很想把 这种喜讯跟别人分享 于是当时就有个念头 要做福音专辑 但做福音专辑 一个流行歌手做福音专辑 行不行啊 死定了 销路一定很差 但其实以上刚才说的那些问题 其实 我当时完全没有想过 我也没想这些 我只是 很想做一件事 就是我要分享我的心路历程 我要分享 哎呀 神这个伟大的祝福 只是基于一个出发点 但最奇妙的是 在找歌的过程里 神给我很多带领 所以我说专辑里歌 不是我选的 是上帝为我选好的 但最终这个福音 可以传到多远 有多少人 因为这个福音专辑而受助 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 我能控制 也不是不最重要 因为我觉得 已经做了想做的事 完成了神给我的使命 最近师生的演唱会 在演出前一个星期开始生病 但是我不觉得 自己的声音会这么恶劣 会到师生完全沙哑 其实整个过程 也有很多高高低低 始终声线的状态 不很稳定 随时真的随时 会连说话的能力也失去 那演唱会也开不了 当时我心里 有信心觉得 上帝你带我走吧 你说过会带领我 我就交给你 神给我一个 很重要的信息就是 无论在我生命里 发生什么事 其实都是要 见证一件事 就是他跟我是同行的 作为一个信徒 其实也有很多人生的挣扎 内心依然不是每件事 不一定每件事都是正面的 有很多隐诱 也有很多做错的地方 你 你只能在跟神的关系里 求神来 求神宽恕自己和 求神给自己一个方向 让自己做得更好 所以如果今天你问我 有什么人生愿望 我想是做一个更好的人 就是在不足的地方 做得更好 不要做一个坏的见证 当然了 在我跟他这么多年的相处里 我发现他特别喜欢 祷告 祈祷 尤其是为别人带祷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经常都会说 我们一起祈祷 尤其是最近 他有些空闲时间 他就跟我说 我们能不能用这些时间 为一些有需要的人祷告 我就说 这些是我们不认识的 有需要的 你可以吗 他说可以 我们真的 教会安排我们去探访生病的 我们去他的家 去医院 他完全是 不认识的 他带着一个带导的心 其中已经有两位 已经离开世界 但他就是影响了我 就是 他的心单纯 为别人带导的心 真的很难得 而且他很真 很热情 对朋友 他是一个又情又义的人 其实我曾经大病一场 那时候是 其实他是 在我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 不知道能不能救活 他帮我祈祷 说他叫神保守我 力量很大 还有 我能感受到爱 不只是他的爱 也能感受到 神对我的爱 很好 有一件事 我很希望 更多的信徒 为我祈祷 因为其实 我很有心志 去为不同的人 祷告 希望 神可以为我开路 在将来 我的生命中 有更多的机会 来做这个 祈祷的服事 带导 那么 尤其是面对面 比如是像一些 不会祈祷的人 去为他们祈祷 有些很想祈祷 但不知道怎么 从来没有祈祷过 不知道怎么开始的人 我就开始 为他们祈祷了 这是我一个 很重要的使命 因为我自己 很享受做这件事 这也是 神能给我内心 一种 一种很大的渴求 很想做这件事 天父我爱图道 在我道中 向你谈索 在我道中 我要 赶出我心事 你一定听到 天父我爱图道 在我道中 有你孤母 帮助耶稣 基督 圣灵 祈求 阿们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